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MCOM的老师Edgar 我是MCOMEar3学生刘灵波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 就同学们在网上发表言论 可能引起的法律责任问题 跟大家介绍一下 同学们每天在社交媒体上 都会发表很多言论 可能还真没有想到过 会有什么法律责任问题 老师 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好 我就跟大家说一个UIC的真实个案 很多年前有一个女同学 被发现在宿舍里面打火锅 那么SAO就把她叫去问 而且训诫一番 这位同学回到宿舍以后 在社交媒体上说 我刚才被副校长和学生事务长 轮奸了 学生发现以后呢 又把她找来 问她为什么这么说 她说 轮奸不是你们字面上理解的意思 而是学校领导轮流讯息的意思 那轮奸呢 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行啊 那她的这个做法又违反了什么法律呀 那当然是严重啊 同样严重的是她违反了诽谤法 因为任何没有事实根据的言论 或许凭空捏造的 而造成的客观后果 对被指控的人或许机构的生育受到损害 都构成诽谤罪 在外国呀 受害人是要把她告上法庭索取赔偿 赔偿的金额呢 是根据受害人 由于生育损害 而导致的经济损失的程度而定的 诽谤他人可能带来的后果 可以令你倾家荡产 在中国呢 诽谤罪也可以是刑事罪 最高的惩罚是入狱三年有期徒刑 老师那诽谤究竟是民事还是刑事呀 民事的意思是个人与个人之间 或者个人与机构之间的纠纷 那么刑事呢 他的犯罪行为呢 触犯了社会整体的利益 所以呢 政府是代表整个国家 来控告这个犯罪嫌疑人 就是公诉 如果诽谤的行为 已经严重危害了社会公共积蓄的话 就是要公诉了 哦 老师 那诽谤罪的认定呀 我以前一直以为呀 是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怎么现在在网上随便说说而已 就可以认定是诽谤罪呢 所以不要随便说说嘛 当然你说的定义是对的 过去对于出版的定义呢 是在印刷成书籍 刊物或是报纸 但现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互联网传递信息的功能呢 完全是等同于过去的出版 所以呢 很多国家已经修改了法律 把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的行为 等同于过去出版的定义 那这个同学呀 明显是诽谤了我们的副校长和学生事务长 他最后的后果又是什么呀 学校这两位老师呢 他是受害人 当然可以把他告上法庭 以正式听 但是呢 基于教肃育人的原则 他们没有起诉他 是用了学校的校规来惩罚了他 老师 我们都认同法律规范个体行为 不能伤害别人自由 可我们自己也有言论自由呀 这两者又该如何界定呢 同意 言论自由是应该受到保护的 从诽谤法的角度来看呢 最关键的地方 看你是否有事实根据 如果你的言论没有事实根据 你的指控就有可能触犯诽谤法 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在社交媒体上呼吁 大家不要选艾格老师的课 原因是你不喜欢他的教学风格 另外一个原因 你说他很懒惰 被课不足 经常迟到早退 那么你说的第一个原因呢 是你个人的意见 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呢 也可以说 但必须要有充足的证据 如果你说的被证实是假的 那么就是污蔑 导致我的声誉受损 而且导致到 引漆了另外一个 很大的群体的利益 也可以被告上法庭的 感谢您的意见 我来的理由 我来的听说 有什么事 我来的听说 我来的听说 在这一句听说